在上一期内容中 我们简单地介绍了 燕国在其南部 与赵国和齐国之间的地缘关系 在群雄逐落的战国时期 诸侯们心中都隐约感觉到 天下重归一统 是大势所趋 如果不想被他人吞并 就只有主动出击 去争取更多的领土和人口 在这种背景之下 日益壮大的东方大国 齐国与燕国之间 必然会有直接的对抗 很多关注春秋战国时代的人 都会有一种感觉 齐国在春秋战国之时的地缘结构 似乎没有大的变化 其实这主要是因为 齐国独特的地缘结构 无论是在春秋还是战国 齐人主要在三个方向谋求突破 一是北面的河济平原 二是西南面的四水中游地区 第三就是被太宜山脉 所合围而成的鲁中山地丘陵地区 在这个方向 鲁国一直是齐国 挥之不去的阴影 但从结果来看 齐人数百年的经营 还是比较成功的 在春秋中期所形成的汉制黄河 与季者之间的新河济平原 大部分已经成为齐国稳定的外围地区了 只剩下泰山西南部 六个三角地区 齐国与卫兆两国还处在胶着状态 基于河济平原的东部 是从河北平原 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 卫兆两国 无愿看到齐国独霸整个河济平原的心情 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太宜山脉府地 齐国也有突出的进展 在这个方向 齐昌城已经不再是齐鲁的地缘分割线了 鲁国的控制区 被压缩至蒙山 泥山 四水上有一线 而四水中游 以及当年吴王复差所挖的山沟 成为齐国进入中原地区 所需跨越的最后一道屏障 至于说南县齐国在是没打算 真的将控制区 衍生至淮河 对于齐人来说 诸鲁楚国这样的江淮大国 在没有绝对碾压实力之前 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从战略意义上来说 这个方向 也不及在中原扩张更为诱人 不过 从战略角度来看 齐国如果想从南县进入中原的话 首先要取得的是 倚树河谷的控制权 其次 齐人需要将五远山脉以东 至连云港方向 收为己有 在追求内容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两个地区 分别是举国和越国的控制区 最终 齐人还是完成了这个战略构想 只不过 举国是被楚人殲灭 而后 齐人凭借地缘优势 又将楚人 挤出了遗术河谷 而越人 在现役内乱后 又放弃了他们的这个突出步 退回到了连云港隐南地区 不过 越人在整理好内部矛盾后 倒是很想再现勾建当年之勇 因此 在公元前312年 也决定 参加中原各国的合纵连横游戏 与卫国联手 进攻齐国 只是齐国 成功地游说 让越人先向楚国 成为率先攻击的对象 以先成为江淮的霸主 实际上 从越人的角度看 这种选择 并不算错误 最起码 当年吴国就是这样做的 而越人 也确实 时刻在想着 统一整个江淮地区 无论越人 当年是怎么想的 此时 战国诸侯的综合实力 已经远朝春秋之时了 这主要是因为 那种层层封建的组织形式 逐渐被中央集权 适合郡县制所取代 而这种改变 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力量 发挥到极致 而此时的越国 他们甚至还处在 想封建制的过渡阶段 因此 越人败于楚人 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即使越国不向楚国 主动进攻 楚国的东进 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 电影港 徐州一线 最终成为了 七楚两国的接触区 如果我们一定要给七国 在战国时期 画一个控制区范围的话 那么它的核心区 还是在太宜 古连山脉以北 济水以西地区 而在整个核心区的外围 齐国 与其他主要诸侯 也基本确立了 黄河 大野籍 四水一线的地缘控制线 站在齐国的角度看 如果无意 去淮河流域 招人那些蚂蚁的话 河北平原 和济水以南的中原地区 就应该是 下一步的扩张方向了 如果齐国的扩张方向 是在河北平原的话 那么和齐人发生地缘矛盾的 就应该是燕兆两国 由于在战国中期 黄河已经固定 经汉制河流入渤海 而湖托河和张水 这两条 很切合北平原的重要河流 也有属于自己的河道 东路大海 因此也可以说 燕南长城 与张水之间的这片区域 成为华北平原北部 地缘博弈的主战场 只不过 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 燕兆齐 三国地缘博弈的区域 主要集中在东部 由于这块区域 实际上是位于远共 干支河道之间 因此 它的地缘雕先 叫做河间 对于齐国来说 如果想要在华北平原北部 更进一步深入的话 那么他们首先 要占据河间地区 问题是 如果齐国 在占据河间地区之后 再想前进的话 就很困难了 在北部 燕国 已经巨南溢水 沃托河下游 构出了河堤长城 向其他诸侯 宣布了自己的河心利益区 而在西部 在湖湖齐设的赵武林王 灭掉中山国后 赵国 在河间地区的西部的扩张 已经到达了顶峰 如果齐人 想从这个方向扩张的话 那些半湖化的清齐兵 绝不比那些储蛮好对付 对齐国来说 它最大的优势 是地缘结构 一直比较稳定 即使是在公元前 386年 田氏戴齐之后 齐国的地缘结构 也没有发生变化 这种改变 更像是后来 宋朝的黄袍加深 将柴氏之舟 平稳过渡为 赵氏之送 只不过 田氏 在取得江信 成为国君之后 泰国珍惜 齐国这位这次招牌了 以至于 连国号都没有变 如果从人的角度看 一个王朝的更迭 会造成 统治阶层的大换血 为精英阶层 输送新的血液 而从经济的角度看 这也势必 会造成土地的重新分配 缓和社会矛盾 也就是说 齐国的这次溢主 其实 对齐国本身来说 是一件好事 在河坚地区深入时 熄灭了赵国 还在与中山国 处成胶着状态 暂时 还无法对齐国构成威胁 但齐国也没有想过 去趟这次浑水 毕竟 三斤与中山国 打了这么多年 齐国这个外人 还不如坐山光苦斗 如果西县 暂时不做他想的话 那么就需要 在北面的燕国 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了 只不过 想要攻破易水长城 始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政治家来说 机会 往往出现在对手内乱之时 而在公元前314年 齐国的机会终于来了 而这次机会的到来 居然也跟江山易主有关 如果说 晋国的分裂 和齐国的易主 在历史上 曾经多次 上演类似故事的话 那么燕国这次 江山易主的事件的起因 就有点与众不同了 因为当时的燕国 第38代国君 燕王快 居然决定 主动将王位 善让给他的神像 这在以戴宇开创 以血缘关系 传承统治权的时代之后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不管这位燕王 当时的真实想法 是怎样的 这种做法 势必会引起燕国的内乱 因为这意味着 旧贵族要交出 他们的既得利益 整个燕国的组织结构 要重新洗一遍 并不是说 这种赶朝换代不可以 田氏在齐国 就取得了成功 只不过 田氏的成功 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 和三星的做法 无出一辙 即先缩大自己 架工工室 然后顺理成章的 取而代之 而那位丞相 则将主要目标 放在搞定燕王身上 至于他在国内的势力 还远没有达到 架工工室的程度 这就造成了 双方的对立 以至于战争 燕国的这场内乱 并不仅仅 牵扯进了内部的贵族 也让其他诸侯 有了揭露的机会 赵国正是以此为契机 先挑动中山国 进攻燕国 然后借中山国战线 拉长之机 灭了中山国 而正在谋求北境的齐国 也看到了机会 开始直接进攻燕国了 基于双方的实力对比 现实情况 齐国的攻燕行动 获得了成功 齐国人仅用了50天时间 就占领了燕都 继承 问题是 在诸侯林立的时代 对一个国家的战争 取得胜利是一回事 要想完全占领一个国家 又是另一回事 因为将一个国家 尤其是大国 完全吞并 意味着你的实力 将超出其他对手一大截 这势必会打破 旧有的地缘平衡 因此 在看到齐国有灭燕的威胁之后 燕国开始 得到其他诸侯的支援 向齐国共同施压 而齐国最终 也撤出了燕国 暂时满足于 占据河间地区 这种公务异国国都 在其他诸侯的干预下 又不得不撤出的情况 在春秋战国时期 是非常常见的 所维系的 都是一种地缘平衡吧 当齐国暂时冻结他们 在北方的行动之后 齐人需要 再寻找新的扩张方向 将那个已经基本处于 齐国包围之中的 鲁国屯的意料 固然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也更能提升 齐国东方霸主的地位 但鲁国之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 除了他一扇脉 为他的防守提供了屏障之外 更重要的是 鲁国的存在 是防止齐国做到的重要保证 因此 齐国如果想完全吞并鲁国 受到其他诸侯干预的可能性 甚至要大于他们灭掉燕国 鲁国的存在 让齐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与中原地区无法直接接触 也使得齐人 在大部分时期 只能以合计平原 为主要的扩张方向 不过 当齐人将仿线渗透至大野子 似水一线 并取得了一束河谷的控制权后 齐国已经能够从南北两线 绕过鲁国 直接向中原渗透了 而在那里 他们将遇到的是 另一个二流强国 宋国 这部分内容 我们将在下一期 继续给大家解读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大家多多点赞 更多精彩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